男子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死人坑里 不但如此,他还失去了之前的所有记忆 这该如何是好 这就是今天小敏给大家带来的科幻悬疑电影《开关》 乔娜迷迷糊糊从一个湿坑中惊醒 她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湿坑中睡了多久 不但胳膊受了伤,就连自己是谁都忘了一干二净 乔娜在身边找到了一串钥匙和一把手枪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她大声呼救,结果倒令她有些意外 因为还真有人听到了求救 看外形好似一个短发女人 她放下了绳索,乔娜顺着绳索爬了出来 此时正是夜晚,外面是一片漆黑的森林 而不远处就有一栋房子 房子里灯火通明还有人声 乔娜小心谨慎的进入了房间 原来这个房间里有三男两女 但是他们也都互不认识 更重要的是他们居然也都没有记忆 深处陌生的环境,大家戒备心都很重 所以对于刚进来的乔娜,格子男非常谨慎 于是格子男和乔娜互相用枪指着 谁也不愿意先放下枪 双方紧张的气氛被一个躺在地上的卷毛打破 她在地上抽出的厉害 大家暂时放下了戒底先救人 没多久卷毛恢复正常 那家陷入了失忆后的迷茫 算上乔娜,一共六人 只有短发女是特别的 她不会英语,自己也是个哑巴 而且所有人醒来之前短发女都在现场 给乔娜放绳子爬上来的就是短发女 不仅如此,短发女还在日历上标注了18号 大家都想知道这18号是什么意思 一众人干着急也没办法 晚上短发女突然跑了出去 大家火慌忙追了过去 他们不知道短发女要搞什么事情 原来在房屋不远处有一个小木屋 里面锁着一个好似着了魔的老女人 短发女是来给她喂食的 大家并不记得这个老女人 但是老女人进了桥那好像很激动 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大家只好回到房子 而这个房子好似是精心准备的 因为这里不但食物充足 而且还有很多武器弹药 但是对于记忆任何人都没有回忆起什么 于是大家想等到天亮 看有没有出去的路 天亮后,格子男带队外出打探 留下小平头和短发女看守房子 格子男一行人走后没多久 小平头听到不远处有呼救声 他让短发女赶紧躲到房子里 自己独自一人去调查情况 原来不远处有一道铁丝网房线 一个人困在了铁丝网上 小平头马上着手施救 没想到铁丝网上的人好似一个疯子 拿着一个木头重重刺入小平头的脖子 一时间小平头的脖子那是血流如注 再说格子男一行人 他们发现房子周围的树上绑了很多死人 没多久 一行四人很幸运的发现了两台被隐藏 且保存完好的汽车 这些大家似乎看到了走出这里的希望 就在大家高兴的时候 短发女过来求助了 大家赶紧跟着短发女过去 此时大家发现小平头已经奄奄一息 事情还毫无头绪 就已经死了一个人 乔纳很生气 两枪就打死了在铁丝网上的疯子杀人凶手 现在的情况 乔纳和格子男又产生了分歧 乔纳认为此地不宜久留得马上离开 格子男则认为周围充满死亡的气息 贸然离开很危险 金发妹对乔纳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她坚定的站到了乔纳这边 于是一男一女开车外出接着探路 格子男等三人留守房屋 先说乔纳两人 他们开车发现了一栋荒废被锁住的楼房 里面有一个孩子 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居然认识乔纳 乔纳很激动 见到一个认识自己的人 她当然不会放过 可是门无论是用枪射击 还是怎么着都无法打开 这个孩子在里面奉劝乔纳赶紧逃跑 因为明天就是18号 乔纳追问18号会发生什么事情 却再也没有声音回答她 冷疚下来的乔纳打算先回去 只是回来的路上居然被一群不明来路的丧尸追杀 还好树上绑着的那些尸体镇住了丧尸们 现在他们算是知道了 原来那些被绑在树上的尸体是用来震慑丧尸的 而房子这边 格子男好似也得了某种病 开始有些头疼 卷毛也独自外出了 暖发女好似很害怕格子男生病 一个人躲上了阁楼 而格子男好似越来越狂躁 他本来想找上阁楼的路 却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地下室 这是一个实验室 格子男惊讶地发现 有人在拿人类大脑做实验 他找到了一个摄影机 一个惊人的事实 乔纳居然就是那个疯狂科学家 而自己还有金发妹等人都是被实验对象 当乔纳和金发妹回来 格子男提枪指着乔纳 随后金发妹看到了摄影内容 也站到了格子男一边 失忆的乔纳白口莫辩 不敢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 接着乔纳被打晕 再次被丢进了尸坑 但是格子男好像越来越狂躁了 本来是说要保护两女人 现在却发狂开始攻击短发女 金发妹见状不妙 马上提枪打跑了格子男 随后短发女再次把乔纳救了上来 为了快速搞清楚真相 乔纳拿了工具 再次去小孩的那栋楼 可是此时人都不见了 有的只是两个丧尸 但是这次乔纳成功进入了房屋 里面像是一个难民营 距离太熟悉 乔纳明显来过 越来越多的记忆浮现 追寻着片段的记忆 乔纳一路寻找 走了很久 他终于找到记忆中那台 他让送出去的真迹 随时格子男也开着车跑了过来 接着对乔纳展开攻击 就在两人打斗时 乔纳全想起来了 原来自己不是坏人 而是医生 之前的实验都是给这些人治病 可是格子男已经完全疯了 乔纳不得已杀了他 明天是18号 只有他知道18号意味着什么 乔纳必须马上回去通知大家 因为他已经想起来了 金发妹是他的爱人 卷毛是他的弟弟 此时金发妹他们正在屋子里 被大批丧尸围攻 看样子树上的尸体 已经无法阻挡丧尸了 好在金发妹和卷毛手上有枪 成功抵御了丧尸进攻 就这样两人扛到了天亮 也就是18号 一阵直升机呼啸而过 卷毛以为18号是救援的日子 赶紧跑出房子求救 其实恰好相反 因为按照约定 18号之前没有研究出解药 军队将来销毁这里的一切 原本欣喜若狂的卷毛 就这样被射杀 还好短发女成功藏了起来 反方赶到的乔纳 本想带着金发妹悄悄逃走 可金发妹却被突然杀出的疯女人 一刀弄伤了 乔纳现在必须找地方藏身 于是她拖着金发妹跳入了尸坑 接着乔纳给自己和金发妹注射了药剂 慢慢的两人昏死过去 军队把一具具尸体都扔进了坑里 其中还包括乔纳遇到的那个男孩 两人成功地躲避了军队的追杀 原来世界爆发一种致命病毒 被感染的人会变成具有攻击性的丧尸 乔纳等人受命在此研究解药 就在解药被研制出来的时候 他们却被丧尸攻击 乔纳被打入尸坑 为了避免感染 他们都注射了解药 但是解药的副作用就是让人昏迷 但失忆 好似回到了一切的开始 又一次乔纳从尸坑中醒来 但女友金发妹却再也没有醒来 短发妹再次就她上来 虽然失忆 但是这次乔纳不再迷茫 因为短发女她有天然抗体 一切解药都是从她的血清开始 他们要肩负起人类存亡的重担 如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失忆了 你最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里畅所预言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